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1月28日 今天是星期一 好了 我們 連續 好幾天 連續很多節 都將會 繼續 和大家緊貼這個就是中國內地的情況 首先第一 我們是時事 節目 要去 就是緊貼著時事 本身就是我們的責任 第二 我們一向都有政治立場 我們的政治立場也非常清楚 香港人的敵人 就是中國共產黨 只要任何東西 對付中國共產黨 其實我們也會支持的 坦白說 俄羅斯對付中共 我也會支持 不就先去對付他吧 其實很簡單 塔利班跟中共翻臉 就讓他對付中共 為甚麼你覺得塔利班對付完中共之後 塔利班要成為了你的朋友呢 其實根本 沒有任何邏輯 這個也是退了一步之後的說法 實際上大家看得很清楚 現在內地的民眾 絕大多數 是正在爭取自由 自由沒有分 你是因為反送中條例 之下爭取的自由 因為防疫之下的自由 因為高壓之下的自由 因為政治檢控之下的自由 因為國安法之下的自由 自由 就是自由 伊朗爆發 反政府示威 你需不需要去研究 伊朗人爭取的自由 跟你相不相同呢 緬甸的人民 出來對抗軍政府 你需不需要逐一研究 是不是每個緬甸人爭取的自由 跟你相同呢 所以 綜合幾點 我們真的看不到有任何理由 不去呢 令到這件事可以繼續下去 假如中國大陸的人民 是出來對抗現在的政權 現在的政權 不用再說了 就是中國共產黨 坦白說 甚至乎內地人民現在的對抗中共 比起我們的任何一個時刻 都是更加直接 因為他們就是直接 由中共管治的嘛 換句話說 他們直接出來 等於反抗中共 當中有一部分人不是這樣想 緊不緊要 在2019年時代革命 你有沒有逐個人去問一下 到底他反不反港共 當時也不是叫港共政府 你又要不要逐個研究一下 逐個集會去問一下 還有那些醫護集會 公務員集會 他們當時反不反中共 你有沒有逐個人去問一下 如果你覺得要逐個人去檢視 到底他們的反抗 是不是正在對準政權 那麼這個根本 這個根本就不是 對抗 就算是革命的時候 你也不會逐個人去問 這節我們要說的是武漢人民的起義 武漢人民 當然你可以說他們現在 是對抗防疫 的限制 但是這個 正正就是在爭取自由 好 甚至乎再公利一點去說 不說原則 說公利 就算 武漢人 上海人 深圳人 廣州人 他們只不過是爭取自己 防疫之下的自由而已 假如一解除防疫 我就去上班啦 繼續賺錢 這樣也不要緊 他出來對抗 衝擊中共這個政權 我也會贊成 好過現在 甚麼都不做 你有衝擊過中共政權嗎 大家都知道沒甚麼辦法 大家經常希望中共倒台 到底你希望他怎樣倒台呢 所以我們清楚知道 現在香港的五毛和藍絲 是 正得相當之可怕 其實 他們就是幻化成為 一些在中間 挑撥離間的人 因為他們 心裏面覺得很緊張 不知道 到底中國大陸會不會 再持續爆發下去 甚至乎如果再繼續蔓延的話 會不會出現變天呢 我們這一節先跟大家研究一下武漢的情況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好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我們希望大家 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請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大法 我們回來研究就是武漢人 就是出來 就是要對抗這個 防疫 對抗防疫也是等於對抗中共 中共做甚麼 基本上我們也反對 除了說太陽在東邊升起之外 武漢的居民甚至說 這個疫情 就是由武漢開始 就讓我們 從武漢 將他結束 這個 都可以說得上 是豪情壯語 武漢人知道 整個肺炎 是來自武漢 只有中國大陸 為了 就是自己的面子 還有為了自己的政權 一直 叫你不要污名化他 我們第一次看到 不在中共之下控制的聲音 我們可以聽到 稍為的真話 當然啦 武漢人 內地人 是不是每一個想法跟你一樣 這個當然肯定不是的 只要想想也知道 就算是其他國家的人 就算是支持香港的人 也不是每一件事跟你的想法一樣 更何況那個叫做內地 中國內地就是示威浪潮 遍地開發 周圍的人 膽敢衝上街 去對抗 那些防疫的障礙 將那些路障拆除 武漢也是情況一樣 這個叫做武漢的漢政街 這個是下午的時間 即是在昨天27日的時候 當時有大量的人 是把這個鐵閘 大大力推翻 當時現場有大量的民眾在圍觀 大量的民眾 拍手叫好 然後他們就是 不願意離開 繼續聚集在漢政街 後來聚集的人越來越多 警察來了 要打人清場 但是 在場的人 實在是太多了 根本 中國內地的所謂防疫人員 大白 警察根本人數 是有限的 對比起 全部的群眾 跟香港的情況也是一樣 香港有幾百萬人 黑警加起來也只有三萬 所以 我們 再看看2019年一次 細心想想 你就會發現 如果不是 剛剛這個 理大結束之後 就是這個區議會選舉 區議會選舉之後就是武漢肺炎疫情爆發 實際上當時 其實香港 根本也沒有辦法 將香港的示威 徹底鎮壓下來 換句話說 由始至終 中共無論在內地還是香港 對付你 除了用武力之外 另一個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散播恐懼 只要令到你害怕 你就會退縮 不夠膽 繼續跟他對抗 明明 你加起來的時候 你的力量 比他大可能有十倍以上 但是當你們全部分散的時候 他的力量 就變成了 你的倍數 同一時間 內地也有網上的訊息流出 這個 立即令人想起 就是 元朗 721事件 網上也在流傳 這個 就是微信 微博 不要緊 應該是微信才對 微信有人就是要請打手 就說要找紮實的人來 最好就是當兵 要找100人 有500人民幣 就是一天 要做甚麼 駐守 看政界 這個就是武漢 好了 誰 去看政界 拆這個 就是 障礙物的 就跟我動他 這個人也說得明白 你沒有了就不要跟我報名 我現在要招聘的 是打手 你說中國大陸 會沒有反應 一定是奇怪 現在 他們一定是想盡辦法 怎樣把現在 那些群眾的運動撲滅 他們不敢 實牙實恥 出動就是警隊鎮壓 又或者是那麼快出軍隊 繼續用 對付香港的時候 用的方式 找黑社會 打手出來 吐打群眾 打到你受傷了 打到你回家 甚至乎不惜殺人 反而 是我們 相當之了解 因為我們已經經歷過了 有齊心理準備 大陸的反應 慢了幾天 我們實在也覺得相當之驚訝 藍媒 繼續 對於國內的示威 近乎是三鑑其口 內地的媒體 不用說 香港的藍媒 只有 非常非常小 蝙蝠的報道 因為 不夠膽 令這件事繼續發酵 也有機會 得罪北京 現在 他們身處平衡世界 你們不是很愛國的嗎 你們不是 跟14億人民 站在一起的嗎 到底你們站在哪邊 現在不是相當清楚了嗎 好了 藍絲們 你們是不是繼續 支持這些媒體 你們是不是繼續支持這個政權呢 支持的話 就麻煩你香港跟國內一樣啦 快點起鐵閘 徹底封控 我們也相當關心內地的情況 這裡也再說一次 內地人民 爭取自由 的自由跟我們相不相同 這件事我們是 不需要理會的 我們沒有在任何一刻 好像現在 更加能夠衝擊 中共這個政權 所以 所有 出來潑冷水的人 搞分化的人 大家要小心點看一下 五毛藍絲實在剩得太可怕了 他們 肯定在裝 就是普通網民 其實一個這樣的內地爆發 的對抗 其實大家已經可以清楚 看到很多人 包括 所謂意見領袖 其實你可以清楚看到 哪些人 想推倒中共 哪些人 從來都不想 大家請 睜大眼看清楚 我們這一節 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發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有discount 現在停止 在手下 先請 你 我可以說 我可以說